英国保守党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2019年12月的大选之后 打破了脱欧的僵局 英国渴望在今年1月份彻底的脱离欧盟 那么在国际大环境下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也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2020年将是中英黄金时代的关键年 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静玲你好 新年好 我们知道英国渴望是在本月底了 1月底就可能会正式的脱离欧盟 那么这对于我们知道中英两国在2015年的时候 就宣布说中英两国要进入中英的这样的黄金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对于中英所谓黄金时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 林生 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目前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席位 这提高了英国在2022年1月30日脱欧的机会 而目前看来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了 脱欧以后的英国必须重新思考它在世界的地位和角色 那么这也让中英两国2015年来建立的这个蓬勃关系上 蒙上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在国际的关系上 那么身为美国的老盟友的英国 必须在中美间平衡跟北京的关系 而为了维护英美的特殊关系 就一定会涉及英国透过经贸投资和这个科技合作 与北京建立的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的关系 而这当中第一道的关卡将是华为和五级网络的建设 约翰逊政府必须在这件事上做出决定 这对未来的中英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也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 而林森其次则是香港的问题 那么作为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者 之一随着香港抗争的持续 英国逐渐意识到脱后 在贸易谈判和人权的这个当中 必须取得更大的平衡 而浙江势必会扩大英国和中国的分歧 林森 今天我们知道传统上 实际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那么现在英国的脱欧对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是否也会产生一些冲击或者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传统上英国和欧盟 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密切的 而在传统上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英国一直是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超盘国 那么英国脱欧让欧盟意识到 面对中国欧洲必须更加枪口一致 而我们看到了反制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那么从去年开始2019年 其实不久前 那么欧盟已经在亚太区域寻求自己的连接伙伴关系 但是在现实上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刚刚提到英国也是跟美国有传统的盟友关系 那就表示说英国它长久以来是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传统桥梁 而如今英国脱欧后本身面临平衡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因此布塞尔必须自己面对华盛顿方面寻求欧盟支持来赫止中国的压力 所以如果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今年连任成功的话 那么2020年对中欧关系也将是关键性的一年 好的 谢谢静灵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灵的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